人類離開真其實蠻遠蠻遠的 子子孫孫可能都很難達到什麼真的境界 所以我們現在動不動就是求真啊 求什麼啊 太把自己看得太大了 我意在說我們要過實在的生活 真不真我不知道 你看到家最高的境界就是真人 太少了 那要修煉多久 人要成一個實在的人比較容易 要成一個真人的男人 那有很多很多過程 不是那麼簡單 因此西方的文化它是以科學為主 它是以宗教為主 西方人離不開宗教的 在中文它就沒有宗教 因為我們根本不需要宗教 要宗教幹嘛 我們直接就跟道來往嘛 西方人要透過宗教去了解道 我們是直接跟道有來往的 這不一樣的路子 中華文化裡面沒有宗教這一塊 沒有 我們只有兩個東西 一個藝術 一個道德 真是不變的 實是變動的 因此我們只能求實 不能講真 那麼為什麼說中華文化是藝術與道德的結合 這與西方文化又有什麼不同呢 那你說我們沒有科學 怎麼會沒有科學 我們的科學相當的藝術 而且還要講究道德 那這種科學更好 更好 我們也可以接受宗教 只要你相當的藝術 你又是重視道德 我沒有理由排斥你 我們也可以有法律 但是我們的法律 也有藝術 也有道德 大家都高興 你真正了解中華文化 你就知道 我們一音一揚 我們始終一音一揚 我們中國人 我們發展出什麼 藝術跟道德 你跟秦始皇 他把六個統一下來 他文藝的目標就是想把天下治好 我不相信一個人說 好不容易把天下打下來 我要搞好他 我要做暴君 我從來不相信這種事情 所以他第一個想到什麼 想到音樂 他說我鋪一首曲子 讓全國都唱 唱到大家都走頓道 而且國家就長治久安了嘛 所以他就去找高建立 高先生 我專程來找你 因為你是音樂大師 你來鋪一首曲子 我來推行 我們共同把天下治好 才對得起上天 高建立不敢 為什麼不敢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不敢 你看我們對高建立為什麼不敢 我們始終不了解 永遠無法知道 只有他知道啊 我們離開那個真很遠 我們只能實際上去瞭解他 第一個 他自己認為他沒有這個才能 第二個 他認為秦始皇的品德他看不上 一定是這樣的 但真不真 不知道 這才叫真的 我們後來把秦始皇描述成那樣 其實那不真 那也不真 因為中國的歷史是從漢朝開始寫的 漢朝寫歷史誰敢寫秦始皇是好皇帝 誰敢寫 你寫秦始皇是好皇帝 劉邦 惡話不說 傻的 講真話都沒有好結果 所以我們現在叫小孩 你要講真話講真話 你都在騙他嘛 因為你自己不懂 這樣各位才知道 為什麼家裡面 講道理要靠祖父這一輩的人 而不是父親這一輩所能做得到 父親這一輩本身都不太懂 他能夠照顧你的腸位已經不錯了 這一輩 你是心擺在哪裡 那要靠祖父祖母那一輩 在上面 那祖先啊 這裡能管到這裡的那個人已經登天了 那不得了 我們現在 如果從道德 從藝術去看 你們有什麼好批評的 所以你看我們這種故事啊 可以長長久久 不必老師修改 所以你看很多小說一陣子就不見了 尤其是科幻小說 因為現在科學變了 你就整個沒有了 不僅道計變了 你整個都沒有了 什麼都沒有了 但是各位有沒有想到 我們一部三國演藝流傳多久 流傳多久 為什麼我們能夠就是我們抓到兩個主要東西 一個叫道德 道德永遠不會變的 一說一輸 一輸怎麼會變